一般到了年底 接近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做一些反思 然后去回顾过往一年自己的表现 再为新的一年设立一些目标 那我说的不一定是投资的目标 而是我们生活上各种相关的地方 但是大家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在年初设的目标 没有达到的话 就会很容易让自己沮丧 然后就会把这个目标直接忘掉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希望给大家一些鼓励 在设立目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所以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 我是法兰克 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那第一次来看的朋友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在新的一年 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有用的房地产资讯 那相信大家都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明明在年初的时候 自己说了要做12345 那比如说可能是今年我要买两套房子 今年我要减肥 或者今年我要改善家庭或者夫妻关系 或者今年我要考到某个专业的资格证 今年我的生意要赚多少多少钱等等 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 发现自己离这个目标差了一大截 特别是过完圣诞和新年的假期之后 我们的动力通常都会减少了一半 那首先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和自己和解 事实就是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 也已经发生了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那如果我们因此而让自己内疚和沮丧的话 是无补欲势的 我们在回顾过往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过去 而是让我们可以用过去作为将来的参考 那就算今年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最终效果 但是我相信当中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今年的挫败作为一个起点 看一看明年我们可以如何在这个基础上面进步 我们可以去反思在过去一年我们用的一些方法里面 当中有哪些方法是明显无效的 那今年我们就可以停止不用了 有哪些方法是特别有效 哪怕效果只是很轻微的 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新的一年的参考 对某些人有用的是他们会把这些点写下来 然后贴在家里的墙上面提醒自己 当然你也可以用对你自己有用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在这里的重点是和我们投资其实一样 尝试为自己做一些计划 比如说一月份我要达到某一个小目标 然后最终可以帮助我达到年底的大目标 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让自己放个假 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烦躁 年底的这个时候除了甜甜开party以外 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心灵可以安静下来 然后告诉自己现在可以稍微放慢脚步了 但是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这个假期我们千万不要完全停下来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在假期期间会觉得 既然不用上班那就每天晚上熬夜吧 然后第二天睡到中午 这样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假期了 然后放完假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 今年尝试一下保持一些固有的常规 比如说每天早上固定一个时间起床 做一点点健康的事情 一点点运动也好 一个健康的早餐也罢 那让自己精神上可以安静下来 排除掉一些繁杂的事情 与家人相聚等等 你依然可以每天开party 但是呢让自己保持一个常规 做完这些对你真正有益的事情之后 继续开party咯 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相信这个圣诞和新年会是你过的最好的一个假期 我自己在过去一年做的最差的 那应该是在健康上了 很多时候呢我都会以忙作为借口 忽略了饮食和睡眠的重要性 长期观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或者记得 在我刚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 我是这个样子的 那过去一年的身材管理真的是一塌糊涂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在这方面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啊 要恢复之前的身材了 不是说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更健康 可以做到更多我想做的事情 那方法当然是吃好睡好做运动 所以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一起监督哈 那放假我们可以真正的慢下来 让自己抽离所有的压力 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啊 看一看自己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人生 目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景况 一年当中我们很忙碌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做到 但是假期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我们必须慢下来 在新的一年呢 才能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往前走 同时为新的一年设一些可实现的目标 做一些一小步的计划 因为就算是很小很小的进步 总比完全没有进步好 那希望在这里与各位朋友共勉之 一如既往 如果大家在房产投资上面需要帮助的 可以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这个邮箱或者加我助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到你 希望大家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留言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这是今年最后一个视频了 明年我会继续做更多有用的视频 帮助各位一起在投资的路上 少走弯路 一起迈向成功 在这里公祝各位新年快乐 一家平安 那我们明年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